共同理念 全民發聲 MyRadio 2011 讓我休息這幾個月吧 我在劉翁露啤的樣子 很害怕我先放假 但你要說一下 你不要一開始就已經說了 跳得很遠 說一下 又是已經說自己 可以過很舒適的生活 不是舒適的 就是不要被消費主殘成 首先就說一下 一聽這些消費主廢話 你已經知道這些是左婆 這些是左婆 但是左婆是不對的 這裡有條線 那邊是左婆 左婆我喜歡 左翼人士 左翼人士 以身犯險 全民發聲 撥發城市論壇 提升證人品利 逢星期三晚10點至11點半 MyRadio 有馬草黎 劉翁 星視醫生 城市再談 踢手專制 爭取自由 促進民主 改善民生 維護民權 改善民生 維護民權 新海百年華滄桑 主持 麥葉成 謝義方 好 我們第二節來 剛才吳伯伏還有一些還沒說的 他聞人的一遍 雖然是讀書人 我們說而已 他有什麼這麼厲害 正舉 任司作隊 他的草書 都很漂亮 有些字畫 我們看看有沒有一些照片 可以拿出來看看 我記得有些字畫 這些字 厲害 有自由畫 這些草書 是竹來的 是嗎 竹 我也學書法 文人喜歡畫竹 表示自己清歌 是的 這些字 都是很難寫的 草書 這些 所以這位吳伯伏 他死了之後 國民政府都封他為一級陸軍 上將 追封他 追封他 生榮死哀 也差不多了 一代的名將 好 吳伯伏這位人兄 我們也說了 我們就跟著說 為什麼突然做了一個南北政府 南北政府 南北政府 應該數回 在1917年5月 中華民國大總統 黎怨雄 跟國務總理段祺瑞 因為 為了不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 兩個人就吵了 對得宣戰 對得宣傳 虎遠之爭 這個虎 就好了 剛才所說的要副處 是的 好 段祺瑞當然是主張打 國會就不主張打 段祺瑞主張打 總統府不主張打 國會都不主張打 總統就跟國會的立場一樣 黎玄雄就 只要你不打 你喜歡打 你自己打 炒你魷魚 炒了魷魚 炒了魷魚 你大總統簽名而已 沒有經我這個國務院總理 去副簽 不行的 這個就是剛才麥興說的 就是這個 令不出這個總統府 是的 炒不出魷魚 沒錯 炒不出魷魚 還有那時候的軍權 是在段祺瑞裡的 是的 好了 炒不出魷魚 怎麼搞呢 找誰 幫忙 找一個督軍團的首領 張勳 其實 黎玄雄找張勳 段祺瑞也好 找他來 我私下間 我私下間跟張勳談談 搞亂你這個局才行 在徐州有個督軍團會議 好了 怎麼搞呢 黎玄雄又要聘請張勳上來 對 對 他 炒不出魷魚 張勳真是帶了三個 上司也說過了 三千個鞭子 鞭子兵 厲害 鞭子兵 原來 這些真的 一說就行 打不可以 一打 就散了 這樣就輸了 輸了 就是怎樣了 前卿 輸了之後 因為張勳復辟 黎玄雄就趕快找人派個秘密銜件給段祺瑞 要他恢復他做國務院總理之職 段祺瑞拿了這封信之後 立刻在馬廠誓師 好 當然 我們前一段 就是在上一次節目 都說了馬廠誓師之後 段祺瑞發兵 就打贏了張勳 但是段祺瑞回到北京之後 就沒有再開國會 反之而維持臨時參議院 這件事就令到當時在日本的孫雄先生 很氣憤 沒錯 有沒有搞錯 你國會都不開 那你不就是又欲皇帝 孫雄先生覺得這樣不行 不行 於是他就拿著中華革命黨的名義 加上當時德國也給了 贊助了孫雄先生兩百萬 這個是當時馬克 孫雄先生拿著這筆錢 南下去到廣州 就是和當時在西南地方的軍閥 大家聯合一起 就組織一個以護法為名的 叫做護法軍政府 所以護法是什麼呢 就是維護當時的臨時約法 要召開國會 是的 問題就在這裡 你找了一群國會議員跟進去 是吧 百幾個 百幾個 現在我們說 人數不足 沒錯 那麼 樓會又怎麼搞呢 就整個非常 非常國會 是吧 它不是正常情況 所以就叫做非常國會 不過說到這裡 讓大家的網友知道 當時的國會 有一個固定名額 在北京 是 那當時段祺水 其實就逐個會議總理 當時黎如雄就 踢了出來 找回他做總統 就找了馮國章的總統 是的 馮國章繼任了 那馮國章繼任總統之後 國會又不開 不開國會 因為他想著再選國的 說就用一個新的 重新制的 所謂的憲法 制定憲法 選過新國會議員 但是這群舊國會議員 其實最主要原因 當時這群國會議員 一部份都是國民黨籍 很多都是 所以 那怎麼辦 這時候大家就 留在北京 那孫生先生就去南下 去廣州 其實這裡也放了一個觀念 當時中國 我們用長江為界去分 長江北和南 南其實所謂的西南各省 有五個省 包括四川 雲南 廣東 廣西 還有今天的湖南 所謂西南五省 其實都有兩個軍閥 一個叫唐吉堯 唐吉堯本身是雲南軍閥 他之前那個 聽命於蔡惡 蔡惡大將軍死了 是 另外一個就是 港西軍 叫陸泳廷 專門看相 不衰落來衰 那個人 陸泳廷就說說了 陸泳廷這個人 其實 為什麼叫不衰落來衰 原來是有個估計的 是有個估計的 就是他呢 原來就是 他是屁股 他只是看相 是 你堂堂一個大將軍 他就扮成一個平民百姓 就去找一個上士佬去看 這個上士佬可能真的 真的行 他說 看到你是大將軍 他不是看到他 他不是看到他 看到他將來是怎樣 他說你一定死於非命 哈哈哈 死定了 對 他說 陸泳廷又死不死 非非也不知道 這個看相佬一定死 今晚就過不了今晚 最後就是 陸泳廷那個 結果 都幾淒慘了 所以就是 陸泳廷看相 後來不知道為什麼 廣東人叫做陸泳廷看相 就是不衰落來衰 就是你不看可能就沒事 或者你根本都不知道 是吧 你無緣無故扮什麼平民仔看相 那當時來說 如果在廣州來說 在廣東地方 其實就是被廣西軍閥控制住 嗯 當時有一個叫做莫榮申 這個是軍閥 就是在這裡盤踞著 嗯 所以呢 當時呢 雖然西南軍閥 西南有五省 但其實當時廣東省 是被廣西的軍閥 聽命是廣西的 是的 就控制住 就是貴系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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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都 也都因為當時 就是所謂 大家呢 就因為 馮國章做總統 那西南各省也都不順超退 那怎麼辦呢 喂 因為你總之北京都說了 都是中央政府 那麼我堂堂一個軍閥 那怎麼辦 那於是師父呢 他們也要迎孫庸山 迎孫庸山來廣州 就是孫庸山這個招牌呢 就歷他北京政府 當時要這樣 兩個中央 兩個中央 他成立了這個 就是孫中山成立了一個軍政府的大元稅 是的 撤離了 互發軍政府的大元稅 就是拼任 不是拼任 就是這個 委任由財政部長 命這個 就是黃繼宇和陸榮廷 就成為一個元稅 他自己的大元稅 是的 就不承認北京這個政府 好嗎 好 那不承認北京政府 不承認馮國章這個總統 是的 段祺瑞作為一個國務院總理 有沒有搞錯 你不承認我 我的通緝 你簡直是 落命令通緝孫中山先生 這個是第一次了 整個民國都要通緝孫中山 有沒有搞錯 大哥他是開國緣分 結果被人 被通緝 農時大總統 但是也說回頭 他那個命令 也過不了長江 沒錯 但是呢 因為這樣的關係 其實也看到 當時段祺瑞 面對著這個南北分治的局面 其實他是主張 是用武力統一的 武力統一 現在最重要的 說回前卿 也有錢的問題 沒錯 回頭 為什麼當時要砌德國呢 第一大事先 段祺瑞 拍桌要跟德國打 第一天想收山東 第二 德國人跟日本人不妥 日本說 喂 你砌德國 我借錢給你 沒錯 這筆款很厲害 原來當時協約國 英國和美國 都分別 遊說中國去參戰 怎麼遊說呢 就給錢 所謂賄賂 賄賂中國領導人 和國會議員 非正式的統計 就是說當時協約國 用了一千三百萬元 去賄賂當時中國的國會議員 和所謂領導人 奪其事 就說有錢 有錢收就去打 反正不用他們打 他們打仗很習慣 他們不用派兵過去 參戰 最後通過參戰 參戰其實派些 華工 派些市民 抽些市民去 有人派產去 搞定 因為當時大戰 一打打幾年 西線無戰事 派些士兵去 派些人去幫忙 去挖戰號 中國參戰就是挖戰號 但是當時來說 是的 沒錯 因為當時段祺瑞 就想著 就借著參戰之名 向日本借錢 因為日本肯答應他 就給他一筆錢 當時說多一點 美國和日本 都想借錢給中國 但是美國規定 我借錢給他 一定要用在參戰 但是日本就說 不是了 我不管你 總之我借錢給你 你自己用 所以段祺瑞 就向日本借錢 去擴充自己的軍隊 名義上參戰 其實他就想借一筆錢 去打南方的 蘇翁山先生的政權 其實當時說的 因為段祺瑞 他也想統一 武力統一 當時分開的時候 他也想砌西南國省 事實上 因為之前那時候 就是蔡惡當年 他們砌過一仗 當時在元勢開的時候 當時砌過一仗 沒錯 那次結果 輸了 這次 國務院總理 還不帶兵 砌體 就是假的 希望用武力統一 可惜 在湖南一戰 就輸了 通緝孫中山之後 他又出了問題 這個非常國會 沒有 就是 孫中山先生 我發覺 他的命 一身分波 一身分波 就是四處走 因為你沒有辦法 你靠人 就是 所謂 寄人離客 因為孫中山先生 雖然 在名義上 就是護法軍政府的大元帥 但是他手下其實沒有兵 他只有權就沒有兵 他沒有權 只是用名字 只有名字 所以權就只有空殼 就是權 真正治理的權 就是在軍閥手上 1918年5月 通過了 非常國會通過了 修正軍政府組織法 是 那就好了 那又怎麼搞呢 其實這個就是當時 西南各省 就打著孫中山先生的名號 就打著和北京政府對抗 後來 當然 軍閥覺得孫中山先生來到的話 就影響了他的發展 並且因為孫中山先生 主張不伐 就抽調西南的軍閥去打仗 當然西南軍閥就是不送你 於是就借這個機會去整頓 希望想排擠孫中山先生 而且當時也有轉機 就是當時西南軍閥 雖然說是和北京政府有對抗 但其實私底下 有很多秘密協議 所以就借孫中山先生過竅 那死了 那就好了 因為孫中山先生做了大元稅 所以剛才通過了那個法 就是折制大元稅的權力 就把大元稅就撤消去 搞空了 搞什麼呢 用大元稅變成什麼呢 說為總裁 那就好了 孫中山說 我媽 你把我大元稅這個身份 只有名字 什麼都沒有 他又辭職 對 第一次辭職先 走回上海 走了上海 所以那個過程其實都很轉折 搞這麼多事情 想著我領導這幫軍閥 然後對抗北京政府 結果自己都被人做關懷 其實當時西南軍閥對他來說 是越來越不滿的 因為孫中山先生做了大元稅之後 因為孫中山先生 他有號召力 是的 當時來說 有一個當時的廣東省省長 叫做朱慶蘭 他真的受到孫生先生的號召 就把自己的軍隊 二十型的近衛軍 轉給孫生先生做他的直接指揮部隊 這點令到當時貴系是很不滿的 不如說到這裏 也要提一下 當時所有省 就是督軍有兵權 省長是沒有兵權的 當然 但是當時朱慶蘭做省長的時候 當時有一些叫警衛軍 那些警衛軍有二十型的 他們很奇怪的 最後他們就成為省長 聽令於省長 於是第一 在廣東省是省長有武裝兵力的 唯一就是朱省長 他又很支持孫生 其實西南軍閥當初都捧了孫生先生 其實主要目的 大家都是想借錢 和外國借錢 但是問題是外國 不論英國好 法國好 美國也好 他們都是北京政府 雖然說整個南政府 但借不到錢 借不到錢就大隻了 然後孫生說 北伐要出兵 他那個田是 就進四川去出兵打 一邊又 廣東 就出去福建 大哥 你沒錢 又叫人去打仗 想著孫生借到錢 你又借不到錢 當然不肯了 因為當時孫先生和英美的關係 英美對孫生先生不好 尤其是美國 這個其實是很諷刺的 孫先生一心向美國學習 但美國人是不收他的 並且連那些所謂國書 孫先生做了臨時 除了護法軍政府的大元帥之後 程帝國書都不收他的 所以美國人 因為他不承認南方政府 對 因為他對孫生先生 美國人是不喜歡孫先生的 當然 他是一個美國人 大哥 你只要做中國政府的頭 當然不行 所以 不聽過 你又唱過美國國歌 你又真的唱過中國國歌 那怎麼辦 所以美國和國民黨的關係 和國民政府的關係 其實 早期是很惡劣的 很惡劣的 改善的就是 在宋美齡時代才改善的 因為宋美齡又流河未過 很多網友都覺得很奇怪 滿清 國民黨很多同盟會 那些同志 去推翻滿清的 為什麼發覺 建立民國之後 每個的省都督軍 都不是同盟會的人 其實那個問題就是 當時 當時我們說 123天 就推翻滿清 其實很多省是 原來是軍閥 掌握權力 或者是騙派 即是原本是清朝的一些 其實那些都是清官 是清官 其實那些都是清官 哇 一看到西式勢隊 就是扔了一張帽子 剪了一條邊 轉了官服 轉了官服 已經是民國的官 輸入民國 所以根本對於霜山 革命黨 同盟會 接著國民黨 是完全不要這樣 還有最重要的是 大哥 是沒有感情的 沒有關係的 你這幫人只是耍嘴皮的 我真的是打的 還有我真的用權力 你這幫人說幾句 我把我的權力交給你 那些軍閥當然是不相信 所以南方政府 到最後那個結果一樣的 就是 李孫中山就扣口來說 說幾件事 你又說自己是大元帥 原來我拿著兵的 我要聽你說 沒有理由 我拿著槍 所以後來 其實 大家怎麼擦臉 就是因為 朱慶蘭 想把兵 撥給孫先生 莫榮生就不肯 於是 就氣得孫中山先生 就很生氣 孫先生就拿到當時自己 效忠自己的海軍 兩隻艦 兩隻艦 就發酵 就砌莫榮生 結果 就大家抹了臉 於是 孫中山先生就沒有辦法 於是就要走了 坐兩隻艦就去上海 所以其實看到 當時孫先生的環境 很辛苦 其實是很坎坷的 其實說到這裏 整個孫中山先生 一身為國 進入民國之後 他就一直都是奔波 奔波什麼呢 奔波在軍閥之間 跟著他身邊其實很多黨員 全部都是民人來的 打一把嘴 一尾就是廣東廣西 除了兩國 就有兩國 就像現在我們這樣 只有一把口說 然後呢 然後說完之後 我們要下面那幫兵就打 那幫兵就不理會你 那幫兵就不理會你 有三個人在那裡說 然後不去打 不搞錯 實際權力在我手上 然後三個人都對著咪咪 在那裡亂說 吹噓 當然不可以 先提到孫中山 當時身邊有兩個人 一個是和漢民 一個是汪精煥 都是民人 都是民人 都是死不死 兩個都是民人 不會拿槍 如果打仗來講 一個就是 比較老一點 就是許崇志 另一個就是陳廣明 第三個就是後期的 1921年之後的 就是蔣宗正 這個出現了 就改變了整個中國的命運 不過我們 晚 過兩集再講一句 這個 後一步 這是一代委員 蔣宗正出現的 又要多謝陳廣明 這個又是搞笑版 這個 是 蔣宗正在一個階段上 都是靠一些軍閥 南方軍閥 去聽說 他以為別人聽說 結果每個人都對他半變 之前有一個陳炳坤 是嗎 貴系 有 最後就靠二十營那個 朱興蘭 叫做緩敏越軍 緩敏越軍 對 為什麼叫緩敏越軍 就是這樣的 因為朱興蘭就 撥了二十營給他 當時 蘇宗正先生 就和海軍的 督軍 叫做程碧光 就想起了一條條 不如這樣 這二十營就不要 撥入陸軍 因為陸軍就比貴系 於是就撥他 海軍陸戰隊 中環國第一次 海軍陸戰隊 厲害 後來就由程碧光 再改編為 叫做緩敏越軍 緩敏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他駐紮的地方 不在廣東 在福建的南部 就是福建 歸於陳炳明管 所以 蘇宗先生當時對陳炳明 都是有一個靈魂相看 覺得他第一個人材 但是也是忠心的 他是廣東人 是廣東人 很傾 不過蘇宗先生一身 坦白說 我們覺得他一身 都看錯很多人 他很容易相信 唯一一個看錯 就是蔣宗正 而且呢 在宣先生周圍的 全部都是廣東人 湖漢民 汪精衛 陳炳明 和專管財政的廖仲海 都是廣東省的人 全部問人 只有陳炳明會拿槍 不過也有人這樣說 宣先生不會說國語 沒有辦法 一點點 聽過的 聽過的 如果大家 上今天 翠鏗村 中山故居的網 其實有一段 是當時 日本記者 去錄音了 蘇宗先生演講的一段錄音帶 是國語的 他就是廣東式的國語 跟我們講的語差不多 國語很難聽 真的 很特別 因為有些人說 蘇宗先生 他是用英語教學的 就是EMI 所以在家裡都是講英文的 這個不是很好 這是宣科講的 宣科講的 講英文的 有網友就說 找到了 吳佩夫 他的狀況在哪裡 就是北京西教 北京西教 北京西教 這個地方 那我們這一節就 多謝你講 我們下一節 我們繼續講下去 好 再見 來吧 好 來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